用圆满心 正德 无上菩提 要学会诸恶永断 所有恶的东西 我要永远把它断尽 不能讲任何理由 做错了 只要自己身上有错的东西 就要承认是自己错了 而且要永远地把它断掉 不能说今天改正了 明天再犯 那不是永断 要善法圆满 就是说 做任何善良的事情 你要圆满 你今天到观音堂来磕头了 你就要双手合十拜一拜 如果你没有磕头 就不圆满 你今天磕头了 你没有念经 又是属于不圆满的 今天 你要帮助一个人 你就关心了他一下 打电话 你没有实质性地帮助人家 你就是不圆满 任何不圆满的事情 都会造成在人间的有漏 如果有漏 那你就不能累积 越漏越多 小时候 我们裤子口袋里有个洞 放一点硬币在里面 心想着 硬币很大 漏不出去的 你试试看 几天下来 钱全部漏光 所以不能让他有漏 这是最重要的 要懂得正无上菩提道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 要懂得圆满 无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瑕疵的 一直往上的 做任何事情 是没有编 没有言的 要么不做 要做 就把它做好 做好什么事情呢 就是菩提道 就是菩萨的事情 菩萨的心 菩萨的行 所以必须在人间 要懂得 善缘成熟 我们跟人家结善缘 但是 也要看它成熟 什么叫成熟 成熟就是 等到这个果子 要成熟了 你才能把它摘下来 也就是说 我们在度人的时候 这个人 还没有完全相信 就是说明 这个佛缘 还没有成熟 我们今天 在做功德的时候 只是在拜佛 而没有念经 我们就是不成熟 善缘成熟 才会引来 机缘成熟 当一个人 机缘成熟的时候 他才能做成 某一件事情 人家刚跟你谈恋爱 没几天 你没有身份 你跟人家说 快点结婚吧 对方马上就离开了 这属于 善缘不成熟 机缘就不成熟 等到他愿意跟你结婚 愿意跟你好 那就是 机缘成熟了 学佛 不容易啊 不要乱来 不要以为根本 而得成就 就是说 不要以为 我们做了一点好的事情 我们就能够 得到好的结果 很多人 就是刚刚拜了拜佛 我今天请了 一束花给菩萨 就说 我怎么还不灵啊 我这个事情 怎么还不好转啊 不要以为 这个会有成就 实际上 真正的 要以根本 才能成就 什么是根本 你的良心 你的善心 你的佛性 就是你的根本 你才能成就 你造房子 必须要有一个 很好的根基 而这个根基 就是你的良心 善良 慈悲心 懂得法喜心 懂得不失心 有了这些心之后 你才会成为 你的根本 而有了这些根本 你才能造房子 房子 才能造得高 要懂得 多做实善业 就是永断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妄语是什么 就是说谎话 两舌是什么 就是挑拨离间 恶口 就是骂人 这些都会造成你 终生的 学佛不圆满 这些毛病 你们都有啊 还有其语 就是把人家 说的话的意思乱讲 还有 不能贪嗔痴 不能斜肢斜剑 斜肢斜剑 是什么呢 很多小孩子 就以为自己 从小会狡辩 对不对 有一个小男孩 人家说他 你头发这么长 为什么不剃啊 他说 外面都是这样的 问他 为什么不刷牙 他说 睡得太晚了 问他 这个人 坐在桌子上 吃饭的样子 怎么那么难看啊 他说 我们流行的 这些就叫 邪肢 他不知道 什么叫正确 他知道的 都是邪的 邪剑 他认为 这是正的 实际上 他心里知道 这是不正的 但是 他硬要 找出理由来解释 邪肢 一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这是邪的 以为正的 整天 就是在狡辩 做房产中介 就是这样的 明明这个地方 太阳晒不进来 他们却说 夏天 这儿可舒服了 他知道 这是不好的 可是 他却讲这个好 这个地方 怎么没有车位啊 他们说 你走过去一点点路 锻炼身体好啊 这是不是邪肢 邪肩啊 他找出那种 不成为理由的理由 他认为是合适的 对他来讲 这就是 邪肢 邪肩 永远有道理的 很多人学佛 经常拿自己的 邪肢邪剑 来跟人家说 菩萨站在那里不动 我怎么知道 菩萨是否知道我啊 这就是 邪肢邪剑 所以 你们做什么生意 做什么事情 都有邪肢邪剑啊 师父刚刚讲的 是做房产 想想看 人家总能找出点毛病出来 找出了毛病 你可以说 嗯 这倒是的 你说的很有道理 否则 怎么会这么便宜啊 道理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再说 人家可以卖多少多少万呢 你永远是 觉得自己有道理的 这就是邪肢 一个人要多失无畏 多帮助众生 多失无畏的意思 就是要经常大无畏 自己无所畏 我无所畏了 我对谁都这样 我对谁都很好 无畏就是 能够帮助人家 无畏才能无私 这个人才不会有私心啊 大无畏 就是最大限度的 对人家的帮助 你们有几个人 帮助人家 你们有没有大无畏 无私是什么 就是一点私心 都不能有的 所有的私心 都不能有 这一点很难做到 你们做得到吗 你们就是 跟一个人讲话 有时候 都觉得是浪费时间 因为对方 没有给你们带来利益 你们坐在这里的很多人 都是这样的 看见人家有钱的人 拼命讲 觉得以后可以得到他的帮助 看见穷人 连话都不愿意跟对方讲 这就叫自私 师父没有看见很多人 跟小徐讲话 因为在他身上 你们得不到利益的 这就叫自私 你们吃了人家的炒面没有 周阿姨过来笑嘻嘻的 跟每一个人都打招呼 你们是不是热情地答应了 你们以为师父没有看见吗 你们是学佛人啊 你们本性中的裂根性 全部流露出来了 看见周阿姨 对你们这么热情 没有人跟他多讲几句话的 这就叫自私啊 毛病出来了吧 自己知道错在哪里了吧 我们要长生大悲心 师父刚刚说 无私地帮助众生 没有任何理由地去帮助人家 经常要有慈悲别人的心 永断一切称恨习气 也就是说 把自己身上恨的念头 一定要永远地断除 一个人不恨人家 他就会生出大悲心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红血球是慈悲心 白血球如果太多的话 你的红血球就会减少 你因为恨心太多了 你的白血球太高了 相应的 你的红血球就会没有 你这个人就会生病 要懂得不能让自己心中 留有半点恨人家的心 很难啊 师父对你们要求不高 刚刚开始的时候 改不了 恨 慢慢地自然出来了 出来之后 要马上去除 你不能让它自然地延伸 不能让它发展 否则 你心中的慈悲心 就会越来越少 。」 艾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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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